当你了解生命 体会到一体的生命 一体的世界 你就会 这个就好像一个球 不管是什么球 或是篮 我们现在讲篮球 或是排球 都好 篮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点 有没有 篮球上面有很多的小点 来我们大家好体会 你要稍微去体悟 要有悟性去体悟 这个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小点 我们把上面的每一个小点 都代表每一个人 你我他 我们就是上面的一个小点 一个点 我们每个人 都是上面的一个小点 如果要扩大到全世界的话 全世界它就是个球 地球嘛 全世界就是个球 你我他 我们都是地球上面 这个一个点 好 我们现在缩小到一个篮球 这个篮球上面 它有非常多的小点 好 大家好 深入去体会 什么叫生命共同体 因为要构建全世界的 命运共同体 很重要一个关键 大家要体会到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要体会到生命实相 你真的体会到 你就会 真的体会到 我与一切众生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当你真正体会到 这个层次 你不会去伤害别人 好 怎么去体会呢 你看这个球 这个球上面的每一点 就代表 每一个生命 你我他 你说 这个球上 哪一点最重要 哪一点不重要 哪一点最重要 都平等都重要吗 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理解的时候 会觉得 我才最重要 我是正义之师 隔壁 那个坏蛋 我看不惯 我要设法 把对方干掉 好 当你起这样的心的时候 就比如说 你就拿着工具 拿着武器 把旁边的那一粒 或是把隔壁的 附近的那一 那一小球 你就设法 把那挖掉 你认为 你太可恶了 你不重要 你是我的敌人 好 就把设法 对设法 把那个点挖掉 当你把那个点挖掉之后 怎么样 求就不是求了 那个圆 圆满 就已经不存在 泄气 然后更严重 就整个垮掉 只有知道 你看 当我们去伤害 把对方的 这个小点挖掉的时候 有没有伤害我们自己 同时就伤害我们自己 什么叫做命运共同体 什么叫做因缘果霸 你去伤害别人 后面一样 回来伤害我们自己 好 那就算 那我赶快 或是别人设法 再赶快补起来 然后又打气 又 好 好像又起来 但是对方不服气 你曾经把他挖掉 他也要回来 把你挖掉 这个球挖到后面 补来补去 到后面 挖了泄气 又赶快补 然后又 又再灌气 好了 到后面这个球 千仓百孔 到后面这个球 也不是一个球了 而变成 他本来的构造是很完美的 到后面 用什么 补来补去 补来补去 这就是所谓的有违法 世俗的方法 用各种方法 去对付 去对治 治标 没有治本 用各种科技 赶快 一个 别人把我们挖掉的时候 我们赶快补上去 好像速度很快 然后你有设法 我们要赶快 把别人也挖掉 彼此都在互相伤害 而彼此都活在那种灾难的边缘 所以大家要好好去体会 什么叫做生命共同体 我们都是这个球上的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都是平等的重要 我们去伤害别人 就是在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欺骗别人 就是在欺骗我们自己的生命 好 同样的 我们要继续扩大 不管我们去伤害别人 到后面都是会回来 伤害我们自己